我首先說 女人愛台灣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一行人 27號進見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 作為賴清德就職後 第一個來到台灣的外國訪團 麥考爾也再次稱讚台灣的民主成就 蔡清德也在致辭時提到 期待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後續談判 以及台美雙重課稅等問題 能持續有良好的進展 對此 麥考爾也承諾會盡力協助 麥考爾等人這次是受美國眾議院議長 強身的指派訪台 成員包括民主黨籍眾議員潘尼達 外委會印太小組主席金英玉 以及國會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巴爾 等跨黨派重量級議員 訪台期間除了接受外交部長林佳龍的款驗 還會與台灣的新任國安外交團隊 針對台美關係與區域情勢等重要議題 交換意見 吉他人也來電視 胡宗和黃亮姐李易鴻 他們才有報導 Yang Keem Krissy Hudohan Yang Keem